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Taste Your Money 继续年初六有小炒王 和大家在农历新年期间继续炒股 看看恒指比映 现在定住了升41点 23362点 成交方面是69亿 新年是否不要说这些字 成交比较少一点 69亿 另外国志升2点 9757点 很明显比昨天好 早上下午不算 现在市况比较稳定 这个时间当然找一下嘉宾 有老知名Cent Cent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早晨 大家今年赚得心认手 买哪个升哪个 一买即升 最发达 买中的低位 先问一下盧志明 因为今天回来竟然破位 有点想不到 23400 其实昨天也看到市场 在低位上 有人买货 23100 那个位 想不到他这么快完成了调整 你觉得还会再走下去 还是不是 等内地回来 红盘都可以 可以继续买货 现在我想压住了在一个叫23500 那个位 你去年10月11日 和9月12、23日 那些位 全部都是23500 送跌 现在就压住了在这个水平 我自己觉得很尴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就不是不想做高点位 特朗普突然间有些不尋常的举动 就会令到市场打个冷震 但是我自己觉得 如果充满去年 农历新年回来之后 国内都做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叫格局的话 我想港股呢 昨天那个势头都叫跌不下的话 现在 但是你说上破要去到很大的空间 我想去到这些水平 就几百点了 未必会有很大的突破 但是你看看技术上的指标 都是说一句 下降轨画了出来 那已经叫升穿了下降轨 一路跌不穿回 我们用准则 23000 100天线 22960点附近 一路都跌不穿回去的话 暂时算是一个强势的情况 那就可以以一个强势的玩法 来处理这些股份 我也是看着刚才你提的那个位置 22900 大约那个位置 守得住就继续去 就继续高高高 还有看那个技术指标 如果开图 其实挺漂亮的 像是想多的 其实是否可以这样说 就是多少成 因为陆志明就看图比较精明 那是不是看上去的图像是 就是向上突破居多呢 嗯 其实就是突破了 那只不过就是会不会突发地 是骗一下人 然后闪下去的 但是暂时的格局就不是很像 那我想都是再拿多一只股份 来做个衣龟 都是我常提及的 700 你见到700 一路都推上去 200元流上 现在还在向一些高位进发 那都是那句 如果700掉头 跌穿下来 跌穿200元的 那那个叫做戒心呢 就一定要打升万二分精神了 那如果700仍然是叫上方 仍然是飘上去的话呢 那我觉得呢 暂时可以当是一个强势 就是用回700和恒生指数 做一个叫做对比 来做一个叫做引证 如果700暂时都是一个强势的话 我觉得暂时问题是不大注的 嗯 都很强的 其实2008元 那只700 厉害 2008.4 现在最新就是2007.6 升0.4% 没问题 因为昨晚你见到 Apple那些 大家都立刻 调高了目标价 那些CNBC的主持人 又立刻推介Apple 又说买得好等等 那看到瑞星那些都上了来 那这批跟苹果手机相关的股份 是不是都可以再下注呢 其实 700其实 180元一路走到200元边 那是一个分水嶺 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站在200元楼上 都是说一句 700那个叫做大位 我们看到追上去 四条一 双十一 11月11日 那两天是有大成交 那大成交都折了下去之后 现在慢慢调上来的话 那现在我想 大家都觉得 700又好像来到这些水平 不是很强 但我觉得它是做一个 叫做市况 一个叫做重要指标 那如果市况 如果不掉头 折回去的话 它就 在这个位置 就叫做盘踞緊 那它肯推上去的 对大市来说是一个好事 但是你去到这些水平 你说要再拼它 看破顶上去 因为700上次都是220元 你要拼它再看破顶上去 那难度和力度 就可能会比较尴尬一些 可能暂时都是围住了 早前所说的180元 但现在要跌穿180元 很难 围住了 在大概那15元波幅里走上落 那就是说恒生指数 很大机会暂时就锁住了 在这些水平 那一路都不跌穿回去 跟恒生指数的步伐一样 一路不跌穿回去 一路就当它是一个强方 刚才说了一个 比较直接的关系 那700就用200元来做标准了 哇 这个市场突然间 由23,400元 又下来23,200元 玩到借了 跌了27点 23,294点 你看到这期中资的保险股 挺弱的 其实昨天中元秀和平保 都是带着落的 说真的 那是否还可以跌呢 可能现在 譬如宁愿买内银 都没有买内险的 感觉上是 其实个别去看 你逐游去选 你看回 纯粹以途论途 你看到那些内险股 其实真的不是很靓 你看平保的10天和20天 是在吸引下来的 短期来说是否会很厉害呢 除非你说国内服市 一把包上去 带一些保险股上去 暂时 国内都是没有市 变相外围主导 对一些内险股 就是看国内市场 比较为重的股份来说 相对地 就会没什么看头 那我想今天星期四 明天国内服市 如果国内开出来是 漂亮一点的话 那技术走势 就有一些扭一扭转 还有第二样东西 你说抠那几个大的内险股 第二个就是国售 国售 我想第一个大家要留意 就是什么呢 它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时候 都是港股通强势 尤其来买国售的时候 国售就特别厉害的 你看到港股通对国售 就是国内资金 暂时都没什么动手的话 你看到国售自己本身的股价 都是相对地处于一个弱势的情况 喂 之前和我们提过的优太科技 还走得很远 其实 今天还爆顶 5.75% 现在5.78% 最高 升了百分之三 这只还行不行 还有有什么板块 可以提醒大家 多看多多眼 近期一些强势板块 我想和那年之后 一些政策上的层面 大家都觉得有些优势 就是一些化肥股 化肥股都好像 对 走了一段 是的 但是农历新年之后 我想仍然是处于一个比较强势的情况 一日国家政策 大家都仍然有个憧憬的话 一日一些化肥股 都还有一些披头在 因为你看看 那两只比较有代表性的 3983和297 股价 哇 都颇残下 现在一直都是追落后上来 这些股份都可以考虑一下 好 3983 现在跌百分之1.4 2.79 刚才创了一年高位2.85 中海石油化学 297 中化化肥 哇 看到流口水 现在1.38 最高 一年高位 现在升3.3% 在1.3.5 位置 都相当厉害 应该年头都是讲农业政策 所以 盧志明也是买这一类 就是政策相关的股份 那我顺便看买38 第一拖 现在4.82 暂时跌1% 那我和Ken 聊到这里了 下次再和Ken 继续和大家聊天 因为市况有少少逆转 现在跌51点 23265点的位置 成交方面是93亿多 你看到市场 刚才破了位置 去到52周高位的股份 很多都倒跌 首先看看恒生 恒生11日曾经去到160元 这个高位之后倒跌 现在跌过4 跌近百分之1 去到158.5 但这只真的近期相当强势 然后看到中国建材水泥股 刚才爆了顶4.76 现在倒跌2先 4.64 落药木叶继续爆了顶 2.39之后 也倒跌1% 2.33 西黄特降真是危险 1266 刚才到1.26的高位之后 即时派给你 跌5.7% 1.14 昨天和陆永都解答过西黄特降 他就说 既然那个营起的消息都出了 但他又好像未走到尽 昨天都升成差不多一成 今天再爆一下之后 即是放烟花 我觉得如果他出现好消息之后 还走到 之后出阴烛的话 你就给它 即是你赚到差不多 有时出货是一个艺术 你不知道哪一个位置最好 因为你没有可能摸到顶 即是出货先和自己说 你不会摸到顶先 也不会摸到底先 因为大家都不是股神 那么心就会安乐一点 你现在看到 纯粹在高位之后 派回来 那你就吃糊 是的 他可能会冲过1.26 也会突然跌回过1架 甚至1元 那两边 你看哪一个机会大一点 就是这样 那他昨天 就是阿陆永 因为他推介 他就提到 遲些 会考虑将1.266 转到47那里 47那里 今天又爆了个顶 牛肉饭 合兴 中国吉野家 47 最高是一年高位1.83 现在升上3% 1.79 那他看了就是2毫子 那我希望 回答完这两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问1.266 和47 一次过就回答大家 下个星期 星期三 都可以问陆永 那个表现 好 接着就回答WhatsApp 665 昨天4.3 就买665 短炒等多少呢 昨天买665 就是海通国际 现在4.33 其实他挥回来10天线 我又觉得都可以买的 那10天线就是4.3 咦他真是在4.3 那10天线 现在上升穿20天线 看一个技术位 就会冲得穿 而且是向上的 那你目标价呢 第一个位就是250天线 4.5毫 那里 就怎么都会压一压的了 因为你看到50天线 你都要看下市场行不行 那市场行不行 那市场行呢 他就会行快很多 看着4.5毫半至4.6的位 可以吃一吃糊 那接着呢 1478 走了一半 讲下下一个目标价是多少 2009之前上不了车 现在什么位可以上 1478 就没得猜 因为他已经爆到一个新高位 那上面没有顶没有蟹货 任他上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由过几去年7月6月左右 这些时间 就开始 即半年 就走了几倍上来 我就觉得差不多了 那当然你最后 我会留回四分一 我不会留二分一 你走了一半 那我会留四分一 就等他出带阴烛那时走 那另外 你现在二分一 那再有四分一 就差不多去到接近6元 我都会走 然后剩下的四分一 就差不多是无本生理 那你就 如果出带阴烛那你就走 可以考虑这样的情况 2009之前没有买 那样 今天又回到 其实现在两个九毫九的位 我觉得最稳定 就是两个九 一百天线那里买 就比较好的 看看有没有这个位置 可以让你买入 可以选择这个位置 另外还有 油价升 买3337 还是206呢 如果以之前的经验 油腹股最劲 现在是2178 八勤油腹走得最快 是的 我宁愿如果真的 右腹股一系列 我就选择八勤右腹 206不是不好 你看质地没有问题 但它是不走 也没有它办法 今天它都升 升了1% 就是TSC 1.18 2178 之前走了很远 今天 偷偷跌1% 在做6毫一指 3337不是不好 但我觉得整天都是过1个2 没什么肉吃 如果这么多只 我会选择2178 那只白勤油腹比较好 好 2822 回到什么位置 可以买入呢 2822 先看幅图 南方A50 曾经去到一个月高位 今天 11.76 现在11.72 没有起跌 你买这一只 人都挺有耐性 因为 其实你看图就出了一个跌V 这样跌V跌回上来 很多人都没有留意这一只 因为我曾经说过 如果想买A股相关的ETF 就宁愿买2822 好过买223 因为 223 就拿一些 跟金融类相关的 指数相关的东西 2822是实货 是实物 那我就觉得 你买ETF 也是 不如买最稳定的 不如买一些最稳定的 是吧 那就喜欢买2822 多些 如果你先看看 它回到什么位置可以买 即是你没有买 但是想买入的话 其实所有的指标都是向上 考虑10天和20天线中间 11.5的位置 我提醒你 你买这一只要很有耐性 可能是矮的 你选择这一只 一定是想稳定的 11.5才考虑 这一只 就是南方A50 好 毅力放了架 问毅力那些 等我毅力回来 因为毅力 现在在澳洲 疏附近 应该下个星期回 下个星期可以解答 1829 是否继续等 是的 持住 今天 指标相当之美 今天 他真是很逼死 真是回一回落十天线 他才再行 今天最高上到5.08元 那些盘子很坚实 我一起跟你一起持住 他最高是去到之前是5.1元 希望今天突破到 应该没什么懸念 继续看上次高位 5.33元 昨天其实我在4.9元 我说想加 不过最低都是4.93元 所以摆了盘子 在这里又吃不到 继续持有住 之前 建议大家买入那批货 跟大家一起等下 5.33元的位置 好了 先回答了这一堆 稍后回来 要回答Facebook WhatsApp 先回答了这么多 我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有小炒王国